每次发视频我都会出到同样一个问题 就是你猫舍猫吃究竟是什么 怎么有那么好 其实它们吃的还蛮简单的 也没有喂过任何的营养膏啊 卵年纸包包粉什么的 只是一直吃我们自己猫舍做的生骨肉而已 我们猫舍所有猫啊 从25天左右就开始吃生骨肉 已经为了两年多啊 也没有吃过一粒猫粮 结果如何大家应该都能看到 除了毛发症更好之外呢 它们身上的脆肉也变少了 全部是肌肉非常结实 便便也不臭了 然后也有充足的水分摄入 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尿道问题 生骨肉是可以自制的 猫是全肉食新动物 并不是除了猫粮不能吃其他的 妈妈在家做的饭 肯定要比买的方便面更加的营养健康 但自制的话呢 需要有系统的学习和了解一下 生骨肉的知识 最最核心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配方和肉圆 我们自己猫舍生骨肉的配方 是根据美国NRC猫米营养需求标准来制定的 已经吃了几年没有任何问题了 大家可以按这个配方自己来做 男人自己动手的 我们自己猫舍做的生骨肉也有卖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我们自己肉圆的简易 和弦检测 入关的通关证明 都是可以查的 不管自制还是怎么样啊 真心推荐大家还是可以试试生骨肉 毕竟猫咪那么可爱 吃好一点 陪伴也跟久一点 今天 谢谢你